这些明星说实话时有考虑过后果吗 我们正的这个片酬 可能拍一部戏的片酬 够老百姓活一辈子了 现现场之一翻唱节目 所有的电视台都在做翻唱的歌 你要教我们怎么进步 唯一会进步的就是编曲 肖志愿的这个回答绝了 你问出来这个问题 是我脑子里面其实已经有答案了 但是我觉得我说出来肯定会得罪 千篇一律我觉得就是 整容 大家就不要整那么想死 五金层圈小女孩不要进入演艺圈 老薛到底有多刚 当年选秀被莫名淘汰 老薛直接怒接节目黑幕 不好意思啊 节目暂停一下 这可能应该是个播出事故 对于上一轮非常抱歉各位 我得到主办方的指示 他们告诉我 不要让赫兹输得太难看 所以要我投赫兹一票 现在反而让赫兹进去了 我觉得我有责任 今天 如果是这么任命 导致任何一个人走 我持续新推翻这个责任 老薯参加节目只有一个理由 这也太真实了 这一季来的理由是什么 这是我的工作吧 对吗 我觉得我靠这个赚钱啊 那还是一样嘛 那跟上一季 说实话 我这一段真的需要钱 跟上一季一样 我觉得人得吃饭吧 李健被问为什么参加节目 这回答也是没谁了 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有对象了 金星老师的回答一针见血 从女拿下男啊 更容易 很多女孩说我没有男朋友 很多人都不相信 这么漂亮的女孩 肯定有人追 反而没有 所有男孩都躲得远远 觉得高不可攀 反而长得 其貌不要很一般的女孩吧 男朋友也对一对的 因为我从来真的都没觉得 中国的明星算真正的明星 那明星有了钱的 就是着着实实的自己做了大款